多拉格跟红发是厉害 红发的战力非常神秘 今年展现的这些能力来说 单就霸王色这一点 就可以激压海中世界 可以是霸者级别的 最强霸王色霸气 但是除此之外 红发展现的其实也不多 即便是在这次的剧场版之中 尽管如此 它对上黄元也是占有势的 红发太猛了 但是多拉格能力更为之 就是更神秘 漫画到一千多画了 多拉格才在最后熊起来的时候 又不知道跑向哪里的时候 露出真正在喊的表情 他说之前多拉格是很少有这种 震惊或者是这种 这么戏剧性的这种表情的 所以多拉格是一个很沉稳 是一个很藏的很深的一个角色 他展现出的这个实力 单从罗格镇来说是非常夸张的 完全不亚于红发的 这两个真正从战斗的层面谁更强了 我甚至觉得多拉格的潜力 在红发之上 虽然多拉格的年龄 已经比红发大比较多了 如果是从巅峰的层面来说 多拉格现在的这个年龄 就是真正的巅峰年龄 在海藏世界55岁 那就是墙中之墙 多拉格跟红发在这样的层面谁更强 虽然我一直是红发锤 但这次我选多拉格 我选陆飞他爸 陆飞这个挂逼 从他爸到他爷爷 一个比一个开挂